我們在想說 你與其 就是社會上給他們的苛責 壓力負貧 就是常常有人講說 為什麼這些家暴而虐的 你們不出來求助 老實說啦 你去看看網路下面那些評論 你是當事人 你敢出來求助嗎 人家就跟你講啊 你是不是有頂嘴 你是不是 你在家裡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你一個月已經領那麼多錢 你是不是基於那個房子 然後你那時候沒有記錄他嗎 你不會跑嗎 你看到那些評論之後 很多受害人 他根本就不敢出來求助 因為那些質疑也會在他的身上 那我現在要講這個案例就是說 其實那個評論真的 那個壓力跟殺傷力都很大 很大的 人言可畏 他都沒有關係 他也沒有了解內情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看 可是問題是 這些受害者 這些受害者 就是或被家暴的 他們在上網查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們同時間還是會看到 然後他們就會消減他們求助的意願 所以我要講一個就是說 我們社會的對這些小爸媽的壓力有多大 我講的case就是說 這個媽媽她自己本身 在年輕的時候也是十八九歲 戀愛生的一個女兒 那甚至這個女兒之後呢 她也社會的壓力嘛 就覺得不減少啊 不減點啊等等 所以這個小孩子呢 是丟給她的外婆養 OK 那她自己後來呢 就自己的人生 然後後來也就上班啊 然後也再結婚 然後有再組織一個家庭 然後就在一切看似 都平靜的狀況之下 外婆在這個小女孩十歲的時候過世了 那怎麼辦 都要回來 那請問這個媽媽看她的新家庭作何感想 對 那她進入這個新家庭的時候也很多衝突 因為這個小女孩也覺得 我跟我媽真的很不熟 然後你怎麼管這麼多 一下管我這一下管我那個 然後又跟親生的態度管教好像又不太一樣 所以小孩子也會心生反抗 那母子間的那個衝突就蠻多的 那問題就出在 小女孩在國中畢業的時候 她在國中的時候也開始交男朋友 那她交男朋友這件事情就勾起她媽媽很多的恐懼 她媽媽就會說你會一輩子跟我一樣那麼失敗 所以她媽媽在一個很 她自己有很慘痛的經驗 她不想讓人家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她選擇不要讓人家看到 不要讓人家看到的方式就是 她就把她女兒關起來 關起來啊 對 她關在一個另外一間很偏僻的套房裡面 然後裡面有 對 裡面有水 有電 沒有電視喔 也沒有網路 就讓她關在那裡 她每10天呢 那就跟監獄一樣啊 對 她每10天呢 她祭父就來送10個便當給她 一次送10個啊 20個說錯了 送20個 10天份 10天份 20個便當 有 她有冰箱 然後她就每天就是蒸一些來吃 她有時候跟她說我感冒了 可是她可能感冒要在10天之後才會送過來 她說我都好了 這樣子 那你說小女孩有沒有求救 有啊 大喉大叫啊 求救啊 哭啊 鬧啊 那媽媽就跟附近鄰居說 她有精神病啊 她精神疾病 不要理她 這樣子 那所以她在 一個好好的人 一個叫拼得起哨 我跟你說 這會 這是很嚴重的精神虐待 對 非常嚴重 那一段 其實沒有 幾段時間之後她真的也是放棄 因為覺得我救了 叫也沒有用啊 我求旁邊的人也沒有用 極得的無助 她後來被 被救助的關係是因為 後面很幸運的 她對門後來搬來一個新鄰居 然後呢 她就透過那個氣窗跟她講說 我在這邊真的很無聊欸 你有沒有空的手機可以給我 然後分享那個網路Wi-Fi給我玩這樣子 對 然後 她就拿那個上網 然後上網之後呢 跟網友聊 才聊到她的處境 那網友說你應該報警啊 然後她就說沒有用啊 就是以前警察也來過啊 然後我媽就說我有病這樣子啊 然後就走了 那我覺得那網友蠻有誠實的 那網友就打1113 那那個社工呢 就直接火頭 就直接請那個檢察官開搜索票過去 那父母也知道理虧啦 所以就直接讓我們孩子 就是送來我們庇護所這樣子 對 那你可以想像說這些孩子 後面網上路要更長更久要走欸 就是說 她的很多的價值觀 還有對於她過去的經驗 因為我們腦部會自動找到一個平衡 就是孩子再怎麼樣被虐待 孩子都不會不愛她的父母 可是呢 她可以 可是她既然不能不愛她的父母 她只能選擇不愛自己 喔這樣子 所以她才會有很多很奇怪的行為 解疑的行為 反抗的行為 說謊的行為 她都是要說服自己說 爸媽這樣對我應該也是沒有錯 有錯應該是我的錯 等等